如果我生活在台湾的话 我可能做不到每一场都去 但是我每年肯定不会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鱼肉 那今天呢 邀请了一个特别的嘉宾 就是我的东北好友 大家五年没见了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黑芝麻 你说的普通话太普通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姿麻 小学我们都是同学 前后猪耳 我们还一起演过小品 昨天我告诉她 这样忘了这件事 下单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哦耶 下单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哦耶 再来个背面 我记得我回头的时候 你总是这样神手 给我零食吃 毕业的时候 她竟然做了一个非常无耻的行为 啥呀 你和你同桌在黑板上写 嗯 叉叉叉 欠叉叉叉 我小学的时候一天的零花钱大概是五毛钱 五十块钱就是一百倍 你也是真敢要 那个时候五十块钱的零食差不多只有在运动会或者连完会的时候你才能买五十块钱的零食 嗯 所以我三年就没再回东西 怕遇见我 跑路了三年 也就是回山东念书的三年呢 那我们三年之后又在高中相逢又做了高中同学 然后就成了二年还是同桌 对彼此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人 这次五年没见了 我的老铁们都是很道地的台湾人 他能解决你的疑惑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配合来一次Q&A关于我的大陆好姐妹对台湾的好奇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开始看他能问出什么问题 OK 现在开始吧 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你见过许光汉吗 眼睛曝光 老铁你见过许光汉吗 我没见过 其实他在台北有那个电影的那个首映的时候和粉丝见面会 我有同学去了 很小的电影院 他就和他们可以互动回答问题 我在那个抖音上就看到 就是他们有那个官博嘛 然后有一个人就写了一首诗 叫做 《鸡鸡富鸡鸡光汉爱野鸡》 啥意思 就是那个那个博主他的网名好像叫野鸡 然后是一个男生 然后就写了一首诗 叫 《鸡鸡富鸡鸡光汉爱野鸡》 没想到就是官博就是看粉丝留言的时候 许光汉亲自读了这一条 真的 真的 场面非常的搞笑和尴尬 下一个问题吧 我还见着 下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跟许光汉有关 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大冰奶好喝吗 因为我看他拍那个电视剧 《想见你》 对电影的时候就是都会提到这个大冰奶 早上就开始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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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这个习惯 但是我有朋友喝这个习惯 尤其是晚上大家一起吃了小夜 喝了点啤酒什么 第二天早上都会喝个大冰奶 行就 但是我没有啊 但大冰奶其实在台湾很常见 哪家饮料店都有大冰奶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标配首摇 那大冰奶就是大杯的加冰的奶茶 奶茶 就是那个 而且好像还是最最基础的那一款 因为如果你是鲜奶茶你会可以选 那应该叫大冰鲜奶 不对 听起来有点奇怪 大冰鲜奶 好奇怪啊 但是他应该那个指的是那种奶茶粉做的奶茶 叫大冰奶 然后一般价钱是在35台比上下 反正挺便宜的 在我们那边的话 首摇引大概三五步 有点夸张 但是一条街肯定得有三五家奶茶店 好幸福 这不是奶茶自由吗 而且还便宜 真好 都激动了 我想天天喝奶茶 我差不多就是量一天 能一天喝到一杯吧 但一周起码喝三杯上下 我也想生活在台湾 天天喝奶茶 那去了 这确实奶茶自由 咱们这边奶茶有点不疑 这个之前我在视频里也说过 现在大家好喝的奶茶一杯都得 十七八 就是很火的那种牌子 大概十七八 这还是中价位的 对最基础管 如果说你要想喝这种季节限定的 可能就要三十多 二十多三十多这样 而且很多牌子就是他们的口味不太一样 就是价格受众群体也不太一样 那三十多我都喝完羊汤 喝两碗了 确实太贵了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跟吃的也有关系 就是我好奇 严肃鸡是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味道 严肃鸡有什么味 炸鸡味 炸鸡 这个炸鸡 是 我吃过的就是正心鸡排 是那种味 正心鸡排不知道老体妹有没有吃过 他是说在大陆主打的是台湾大鸡排 然后是皇国代言的 就是说是把台湾的手艺带来了大陆 专门做大鸡排 但是就是我觉得它还好 刚开始吃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吃 很鲜味道很丰富 但是去台湾吃了以后你会发现 各家有各家特色 各家有各家的好吃 正心鸡排只能说云云众生中的一个 是这种感觉 稍显 逊色 有一点 我比较喜欢吃 如果说咸素鸡的话 激光香香鸡 一家的咸素鸡很好吃 这个咱们这里也有 是我在商场里面看 老香 真的 就是你没吃你都闻了它那香味 那个肉都腌入味了 一炸那个味都爆出来了 有机会我要炒一下 去不了台湾 但是激光香香鸡我还是可以吃 那你为啥感兴趣这些吃 因为五月天 我是五月天的粉丝 叫五米 对 五米老师 五米老师 阿信和马莎他们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 炎酥鸡 这五月天我有很多同学都喜欢 在台湾的时候很多陆生会在群里 问谁抢到了票 就是想买 想买这种票 如果我生活在台湾的话 我可能做不到每一场都去 但是我每年肯定不会去的 因为我知道他好像就在跨年的时候在那个高雄就会开演唱会 是吧 嗯 没去过 好几场连开好几场 我觉得太幸福了 我说的特别小声 没去过 哈哈哈 我上一次去看他的演唱会大概也是五年前了 你去看我的演唱会 对 鸟巢 鸟巢 来北京鸟巢开演唱会 我好像没看过任何一场演唱会 我的生活蛮单调的 有机会要去 现场是吗 对 这非常的high 非常开心 心同情 这种付费追星我感觉还是挺值得 带给自己那种精神上的享受 屏幕前的老铁们有事物迷的 他弄你这现在你提了两名行吗 嗯 你就一会再跑出第三个吗 还要 不会了 喜光汉是我梦中情人 五月天就是我的偶像 精神上的信仰 他分得很轻 可能我现在还没有这种追求 我信我老铁 我爱我老铁 一转念马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 爱你 嗯 接下来是第几个问题了 第三个 我之前听你说你要去考那个机车的驾照 我考下来了 那你是打算环导 骑环导是什么 今天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给我拆台 要么是不知道 要么是做不到 那个机车驾照我考了三次 我还没跟你说 天哪 我考了三次 然后现在也没有卖摩托车 一是没想好到底买个什么样的 二是呢自己驾驶技术其实也差点意思 嗯 对 但是环导这件事可能我还得练一练 先把家到学校这段路骑好 回去先买个摩托车 然后先练好这段路再去环导吧 就是一拧就走了 回忆一下 考试的时候 是小杜先把我开打的油门 因为我总容易拧过了 会把那个坐垫拧起来 它好像两个方向不一样 一边是拧到油门 一边拧起来呢 是那个坐垫你坐的屁股 它就抬起来了 嗯 但是哥 行不行 所以每次开油的时候 都是把他帮我打油 打完油以后 那你这不行啊 以后你骑个机车 你还得带个助理 帮你打油 然后是按住一个按钮 哦对 想起来了 它不是上电动车这样一拧就跑 它有个打火键 嗯 按了以后 打火打得起来之后 一拧才能走 对 好像这两个一起 但是我好像没有打过火 一般都是他给我点着了 我直接拧着跑 半自动 嗯 半自动 这几次考试都是这样 上路也是这样 练习也是这样 那可以我点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考试的时候有人帮你打火 应该可以吧 因为也不考打火 哦 那好吧 你最好不要上路被你的老铁门发现 我 我好感谢 如果我是你的黑粉的话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 我就在 我就在道上 我就盯着鱼肉 看啥说 骑机车上路 我就跟交警叔叔说 我说他不会打火 不行你考他 就每个机车打火可能不太一样 怎么这么说 抱歉 抱歉 接鱼肉短 环脑可能还需要练一点 再一个我总是容易暴冲 那东西扭大了 就冲去了 我学姐可逗了 我这个学姐不知道 车冲出去了 人在原地 你咋知道的 我的学姐是我老仙 不知道学姐今天有没有看视频 咱们知道是谁 彼此知道是谁 行召不选一下 他说他直接一拧 摩托车从胯下 就冲了出去 但是他有劲 他力气大 他这样给他勤起来了 也没刷手 就是视频当中飙车的那个动作 但是他站在地上 我无法想象这个画面 所以他打那以后他也不练车了 那我比较执念比较深 就想骑摩托 所以我考了三次中午考过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 跟吃的也有关系 行不行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有什么吗 最喜欢的有什么吗 麻辣烫 那你在那边就是有机会吃到吗 有有 新竹还真的有哈尔滨麻辣烫 那真 他就生活在哈尔滨 那边一个地道 他生活在哈尔滨 但是其实也有改 有改 就是更符合当地的口味 然后他们会加少少的汤 或者是不加汤 但我吃麻辣烫一定会加汤 有芝麻酱 有 但是也少 就是没有 我们哈尔滨其实地地道道 麻辣烫是那种黏黏糊糊糊很稠的那种 芝麻酱加很多 然后还有那种 咱们上高中那时候吃的叫傻柱子麻辣烫 这是一件我们的回忆 大家可能就只能 从视频里面听出来 也不会再见到他样子了 因为 他黄了 真的 真的 老板和他的媳妇去南方了 然后 把那个店就对出去了 然后对出去了之后 后来那老板 不太好事 对 不太好好盖 然后就拉倒了 那个可好吃了 老香了 又麻又辣 然后七块钱 一份 八块八块 八块吗 八块 什么 然后一个篓子 一个篓子 这么高一个篓子 对就这么高 像头这么高一个篓子 你随便装 只要你手劲大 摁的扁 你可以装满满一大碗 他不管 就是自助吃到饱 一次啊 就一次你装多少吃多少 我最喜欢吃的是他家那个面筋 我想吃什么 我想吃海带 海带 那时候来吃海带 然后加一堆辣酒 对 然后放很多醋 高中一天生活费都十块钱 那是一个很满足的饭子 七块钱还能剩三块钱喝便饮料 海湾大多数是吃卤味 其实那种麻烫相对来说少一些 卤味和麻烫的区别是什么 卤味的汤是大多数 他们叫不叫汤 叫汤头 咱叫汤底 叫汤头 头和底叫的不一样 一般是中药才好的 那这个卤味我刚才听你说 我还以为是咱们这边说的那种熟食 我们那边都是干的熟食叫卤味 就是拿卤汁卤出来干着吃的 但他们是连也有干卤味 我好像在看台剧的时候就是见过 对见过就是一小大 我们来吃卤味 对对对对 这是我宵夜 那这个卤味就相当于你们那边的鸭货 咱们这边的鸭货是吗 鸭货也有鸭货 叫山东东山鸭头 东山鸭头 有炸的先卤再炸 甜口 然后那外面会裹上什么花生辣椒什么的吗 那是猪血糕 猪血糕 猪血糕 猪血糕会放花生粉什么的那些东西 我感觉这些东西我都没听说过 我怎么在台湾呢 现在就是没开自由行 如果开了的话我可以做再利招待了 因为我这两年也没少趴趴走 没少吃 你知道啥叫趴趴走吗 趴趴走就是 溜的 对 到处溜的的意思 闲溜的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用语 这是他们老铁给我的评论 然后我学会的 趴趴到处走 除了这个趴趴走 还有什么就是 就是这种我可能听不懂的 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东北花 你在搬盖子那样 什么涂了皮的在画吗 然后想一下 香 香 香 这个 香 看过天下无贼吗 老铁们 范伟说你这腰间别的是什么 你摸 让我真摸了 是什么 香 香 不是那个香 那是啥 是我同学说 我有点傻 就是 懵懵的状态 有点傻傻的状态 就是愣 所以你看起来今天有点 香 是他们这么说 香是这么发言吗 老铁我好像对 香 哦 我之前看那个台剧的时候 我就记住了一个一句话 但它好像是属于那种闽南语吧 我和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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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句话就是我们 东北在喝 喝完酒了之后 就是总会说 你听我说 不不不 你先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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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差不多是这种 但是我刚才说那个香好像是个中性词 因为我同学总说我 香 就是不是说那个 骂人的 骂人的 什么什么什么 那机车是不是其实属于一个贬义词 不是吧 你这个人真的很机车 机车也是机车 你看你怎么看这个词 就骑的模特也叫机车呀 我说如果是形容一个人的话 不知道 没有人这么形容我 那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好的 等我开口呢 我其实出现在鱼肉的视频当中出现过两次 但是一直都没露脸 都是出声音 它就是我视频里前两天发那个 假如我在 我是那位大姐 对 台湾里结婚大哥大姐 我是那位大哥大姐 非常漂亮 但是其实我没有看过鱼肉的频道 因为他没有用这个YouTube这个 有点遗憾 很多好玩的东西 老铁们可以来分享一些有趣的YouTube频道 到时候我推荐给他看一看 让他也喜欢这个软体 好的 这也是说他的不一样 就是在台湾大家会叫软体不叫软件 我们会叫软件 我们说是平台 然后软件 对对对 我会是鱼肉的头号粉丝 老铁们 我们来给鱼肉的老铁们起个粉丝的名字 我已经想好了 叫啥 肉丝 肉丝 精将肉丝 鱼香肉丝 肉丝 我觉得不错 挺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吧 有什么私密的话题我们再接着聊 那屏幕前的老铁想了解什么 东北的事情 东北的风景 东北的人门习俗 或者说你对东北什么感兴趣 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来问我们 我们大姐来给你解答 一一回应 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我们两个记得点点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还有啥来着 我不知道 按赞评论 没忙 好了 拜拜 拜拜 我的脑子有点疯 这个相机拍的人好变形 就是感觉我颅铃好低 我脸好歪 那不对 他怎么往上扯 你往斜了扯我呢 这样怎么不歪 我这样侧着点路 我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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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剪花絮吗 不会吧 可能 没准 看我心情 新生报道 给我溜点面 第一个问题 嗯 太快了 我差点上白线了 不好意思啊 很精彩 呢 你 韩人 你 我 他